在這場全國籃球賽 三世名之爭的賽事當中 文化國中女籃隊員 雖然身高條件不如對手 但憑藉著速度、外線的準度 屢屢創下令人驚豔的表現 最終勇奪第三 是創隊13年來最好成績 因為我們其實身高不太高 然後就是要憑藉我們的速度 跟我們的穩定度去把握自己的得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速度 其實速度上籃 所以投籃每一個人都要練 就非常辛苦 那我覺得孩子們其實也很棒 就是他們很願意接受這個辛苦的過程 然後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慢慢的從進到北區副賽 然後再到全國賽 然後最後能夠在全國八強中 又拿下全國第三名 其實這個成績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意外 但是也沒有那麼意外 因為孩子們練習真的很辛苦 得知學妹們在全國的亮眼表現 先緣謝正信 特別道下頒發夾菜金來鼓勵 因為這對鄉下學校而言實在不簡單 而幕後動力就是隊員的用心努力 教練的專業指導 以及爭取到優質的硬體設施 這一次是在今年度 那是我們文化國中最好的一個成績 那也是校時隊上最好的一個成績 那能夠在北區副賽的一個所有的隊伍 那晉級我們全國四強 那也在我們今年四月份 在上個禮拜 獲得我們全國的一個第三名 那在全國的一個晉敵之下 能夠有這個亮眼的一個成績 我想這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我們有全新的木質地板 讓選手有最好的訓練環境 還有我們最好的這個電子化的計分板 還有懸吊式的籃球架 全部都是統一更新 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學生有最好的設備 有教練最用心的指導 我們就陸續得到這樣一個優秀的成績 我覺得我們不是 不是沒有辦法拿到第一 是我們真的這次衝搶籃板 跟切進去的能力太差 沒有比那個第一第二的好 就是今年就是大家都看著我們 就是學姐有這樣上次的 然後可能大家就是在就是 下一次的北區 就是不管就是縣內聯賽 或就是北區全國 我覺得大家都有動機去就是做這件事情 文化國中女藍隊表示 未來將把握現有優勢 檢討改進缺失 繼續朝向更高目標來邁進 我文化 我驕傲 文化國中讚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